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欢迎来到冰陵城下 山庄的每一天呢,小日子都是过得特别的充实 那么每天8点到10点的直播呢,冰哥是一定要坚持下去 直播过后呢,冰哥把这几辆房车重新停放了一下 首先呢,冰哥这个车呢,放到了杏树的边上 这样一来啊,每天开窗,冰哥就能近距离的观赏杏花 非常的美 同时啊,也要把这几辆车啊,重新摆放好 因为啥呢,再有个三天四天呢 九哥小队啊,就要抵达山庄来露营 所以说啊,也要把九哥的车位啊,提前给预留好 冰哥把房车啊,放到这个位置 那是绝美的选择 上车给家人们看一下啊 这就是车内观花 哦,漂亮啊 哎呀,干啥去 又到了每天欢乐的时刻呗 好嘞,看我把车这样摆是不是行 归重了不少是不是 要不然他们来这个停车位啊,不好解决 对 小黑一家 哎呀,家人们快看看 快给家人们看看 这小黑一家这些狗啊,大的 来来来,我看看像带堂 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哦呦呦呦呦,上那边看看 小黑 撞撞,吉祥,奶堂,来了,奶堂也来了 蹦蹦跳跳就过来了,是不是 每天呢,我们都得看看 小黑一家,是不是 那啥都应该呢,是啊 来来,撞撞,虎丁,来,都过来,小黑 看看,这么大个窝啊,可得劲了一天,是不是 老实点啊,老实在里面待着 来,我们上鸡窝,看看有没有收获,一下子姐哈 大公鸡 母鸡,走,走吗 我看看 哎,你看那家的鸡下蛋挺大呀 太大人了,看看,哎真好 哎呦,我看那边有没有,那边还有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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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还好哈,捡了几个 两四六七个还有,还有,这简单的快乐呀 家人们,哎,我怎么看着还有一个,这个伞的呢 这伞就那个伞,黑鸡下的哈,真好 不错,看这份的还有没有啊,值得表扬啊 让一让啊,让一让让一让啊,让一让让一让啊 我们看一看,嘿嘿 没有了,没有了 恭喜了,我们老韭菜喝了 行行行,哎,韭菜是昨天嫂子给送的,第一茶新韭菜哈 嗯,真好 好喽 你在晒太阳里,你在干啥 嘿嘿,哎,干啥呢 这是小鸡,在这里 哎呀,走 嗯 反载而归 其实啊,现在这鸡啊,下,下蛋量啊,也不是特别的大 嗯,过一段时间呢,适应适应啊,也就好了 慢慢来,不能着急 不能着急,不能着急,回去以后啊,让燕姐给我们落点韭菜盒子 这拉的啥呀,大叔 拉啊,树枝的碎草,来烧火 哎呀 看看这鸡蛋怎么样,哎,家人们看一下这鸡蛋黄哈 确实是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 哎呀,哎呀,太好了 哎呀,这鸡蛋,行了 太漂亮了,啊,这个差一点,但总体来讲哈 都是非常的好,哎,太好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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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个н主张,一边要小心 嗯,厨 嗯,那边要小心才能地 嗯,嗯,一边要小心,不明了 嗯,就是好,这一边打开 嗯,嗯,无部分 嗯,可以 多好,桃一茶韭菜,小圆的,你看 非常这个,特别嫩 和面 昨天包子,今天韭菜盒子,这小日子过得 咱家得多费面,你说 九早来了,更费面,我告诉你 那可不咋的 好,馅儿饼,那泡饼 虾皮必须得放,这样煮菜盒子更鲜 这韭菜盒子,我可不会包,包不明白 包韭菜盒子,包的钱 韭菜盒子呀,饺子呀,这个我没问题 但是韭菜盒子,我确实是正不明白 看叶姐包这儿 烙韭菜盒子了,看看叶姐,大展身手啊 这油怎么没开就往里扔呢 没事 没事啊 这晚上大锅烙着盒子才好呢 嗯 快好了吧,这样是 快了,快了 是不是啊,这么蹦皮靓的,我看 再来第二锅呗,得弄几锅今天 三四锅呢 三四锅呢 哎呀 小赵啊,在这儿钓鱼 别整了,先吃饭 先把窝儿喂上啊 感觉能不能钓着货呀 下去捞啊 哎呀 放网啊,老板不得哭啊 没有 窝儿打完了吗 行,要不窝儿植一植 今晚能不能吃鱼啊 就看你这个水瓶怎么样了 有没有鱼啊 看这个水现在看可挺轻啊 嗯 一会儿打完窝儿就赶紧回来啊 啊,赶紧回来吃完再掉 车辆啊,这样一摆放 看的也是 特别的规整啊 啊,另外一个是啊 九哥来他们也不用再熟了 九哥车 往冰跟车后面一放啊 也可以赏樱花 那么有朋友的车呢 来就可以停到这个位置 展示啊,就这样的规划 现在啊,我们进屋先吃饭 小赵儿一会儿回来再吃 差不多了吧 最后一锅儿 最后一锅儿 好 好了,酒袋盒子好了 年年要吃饭吗 派整啥呀 做个汤 做个汤啊 做个什么汤呢 剥开鸡蛋汤 哎呀,又离不开鸡蛋呢 剩啥鸡蛋呢 吃鸡蛋 你试试啊 哎呀 咱家的鸡蛋就是不一样啊 哎,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这个啥整的 这是刚来的鸡蛋 啊 这是刚刚哪里的鸡蛋 你会想看吗 把鸡蛋 耶 好了 喝饭了 老姨问你喝点汤啊 韭菜盒子 还有粽子 菠菜鸡蛋汤 简简单单的午饭啊 但是挺不错 怎么样 烫了 烫了 烫就慢点吃 谢谢 好吃啊 月儿姐尝尝 这是老妈她们昨天 包的肉粥 这颜色好像不是很深的 就是汤方少了吗 还是肉方少了 你找什么肉 你找什么肉 肉在哪儿呢 哎呀这肉真香啊 嗯 嗯 多少次 怀疑 人海里的我 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的火 面对路上的千百重折磨 忙忙忙活活活呀 一天就这样的过去了 时间呢 来到了下午的五点钟 午饭过后啊 干了点杂活 休息了一会儿 现在啊 宾哥和家人们啊 去看看小赵 钓鱼的情话 中午吃完饭啊 他就一直在这个 鱼塘边上钓鱼 到现在也没回来 我们去看看 他钓的怎么样 这小赵啊 真愿意钓鱼啊 那是宾哥呀 可挺不了这么长时间 这多长时间了 就在海边这么一坐 哎呀 反正啊 我是坐不住 啥情况啊 都日落西山了 你这也没动静啊 啊 这就是天冷了哈 这不是个水里没鱼 是不是 天冷冻的鱼不上钩哈 哎呀 这 掉了一下午啊 这回头说水凉 不说他水 水瓶不行 就说水凉 我看呢 赵老板今天呢 就要空手而归 那么好了 亲爱的家人们 这期视频呢 宾哥就做到这里 感谢您的关注 更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